网上今日二日流传多张相片 可见一架白色宝石 名贵房车 被一个巨型充气袋包裹 停泊在本港区 当中甚至闯入沙田第一城 令区内锁车对弈 即可失 网民打卡后纷纷上载 至社交平台引起 论 有人甚至质疑此为广告手法 据网上图片所 这架宝石节最初于 早上停泊在潜水湾涌滩一车厂 相关充气袋包裹了整架房车 而充气袋和 深则未见任何特别文字或符号 即至下午时分 有网民目击这辆私家车 先后出没在望角夕阳 南街进尺油街交界 以及沙田第一城内 其中停 在第一城期间 由于充气袋就连轮胎也包裹在 锁车队无计可失 即后 两名男子未气袋放弃 准 相信是准备驶走车辆 而保安人员在旁拍射箭 目击事件的第一城街坊 在社交平台留言称 听 保安话无走就报警 事件流传后引起网民讨论 分校严防抄牌 刘明帝比人结川会细点样 刘明 比人结川会细点样 想买 长百楼天开就会明白 过亦有人质疑卖广告 今日建第三个地点 用这方五笔抄牌明显组插办公 建议应该直接拖走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留更精彩内容